這次跟大家介紹的是 Leica 35mm 1.4 鏡頭 HELLO 大家好,我是 M&K Camera 的Frankie 這次跟大家介紹的是 Leica 35mm 1.4 鏡頭 其實它有五款,我們由第一款開始介紹到第五款 分別介紹它們的景象質素和本身的特質 這支是 Leica 第一支 35mm 1.4 這支是很細小,整支都是銀色,頂部有點亮亮的 我們因為這樣叫這支鏡頭有個詳號叫做鋼咀,或者叫Steel Wim 這支鏡是很細枝,也有這麼大的光圈 對於相對來說,在當時真的很厲害 現在來說也是屬於比較細小的鏡頭 這支鏡頭拍出來的特質是什麼呢? 這支鏡頭拍出來是全開光圈的時候,是比較軟的 譬如說你拍攝一個人物,可能一個新娘 如果是生了婚紗,穿著白色的婚紗 它會有一個白色的光是同罩著淺色的位置 出來我們會叫你做這個叫做Leica Grow 是一個好像聖人的感覺 這個鏡頭是全開的時候有這個特質 當你每收細一級光圈的時候 它慢慢的感覺就會改變 會因應你拍攝的要求,會遷就這件事 譬如說你有時有些風景,我可能會收光圈 大約是5.6,8,甚至11都會用到的 拍出來的影像,完全你猜不到這支鏡頭 是可以拍到這麼銳利,這麼細緻的東西 這支鏡頭是特別的地方,就是在這裡 而且你會看到這支鏡頭 是保留了早期在螺絲鏡頭才會有的特質 這個是有一個叫做Infinity Lock的按鈕 這個位置是當你無限遠的時候就會鎖住了 按一下推開了無限遠的位置 它就會解鎖,之後就不用再靈 這個是早期在螺絲鏡頭才會用的 因為這個是搏著螺絲鏡頭之後的版本 所以這個Infinity Lock的設計依然保持著 接著下的是這支35 1.4PA 這支鏡頭是1961年至1995年 連續出產了34年 只要它是暢銷的話 才會做到這麼長的時間連續生產 這支鏡頭和之前的鋼墜 它的尺寸、重量各方面都是非常接近 價錢、色價比很高 這支鏡頭相對降低來說它是便宜很多的 這支大約是15000元以上到20000元左右 有分德國版和加拿大版的 早期是加拿大版的 後期它搬到德國之後就出了德國版 至於還有一個版本是Titanium 你看到這個版本必然是德國版 這支鏡頭到了德國之後 這支鏡頭有所改良 所以主題是會有銳利度增加的 現在散景和其他的光學設計是沒有變動 散景和之前的版本其實是一樣的 接著這個就厲害了 這支是雙飛 可以稱它為AA 有兩塊飛球面的玻璃 這支鏡頭的特質是甚麼呢 拍出來的立體感很強 還有色彩還原高 是這支鏡頭的特質 當初其實預算出3000支 但因為手磨玻璃 變成了失敗率很高 成本亦都太高 去到2000支的時候已經停產了 只有2000支 現在因為它的景象優質 變成了很多收藏者 或者是Leica粉絲都會熱烈追捧 變成了現在的價錢 已經升到十多萬一支 和其他的351.4是有一段距離 其實比現在現行全新的都要貴幾倍 很簡單 供求問題是影響價錢的 大家明白為何這麼貴 這個是351.4的第四個版本 這個版本是AS-patch 即是非球面設計 銳利度又增加 以及平均光暗 亦是非常不錯的 相對來說性價比是很高的 如果你說比較哪支鏡頭最接近雙飛 這支效果相對來說是最接近雙飛的感覺 這個是值得去考慮的 這個就是第五個版本 這個第五個版本就是第二款AS-patch的版本 這個版本是改良了近對焦的時候 RangeFinder的精準度 增加了一個叫做Folding Elements的前浮動鏡片 令到對焦在RangeFinder使用的時候更加精準 還有反差和鮮艷度再有提升 而是現在是全新版本 還是出感的一個版本 相信這麼簡短的介紹 就未必可以滿足到你了 其實之前我們也拍了一些 獨立關於每一款鏡頭的介紹 還有接下來也會再拍一些其他的款式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點擊我們的超年節 可以看看相關那一款的鏡頭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希望你給我一個讚好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下次再見,拜拜!